- 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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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囉大家好我是雙眼水 這是一個... 你沒猜錯喔! 這是金字塔 其實在這三個玩魚的選項裡面 金字塔還是最好的 最好玩魚的人啦 金字塔有剩下兩家魚人沒有東西 那就是前期的魚人 這邊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版面啦 因為 因為這邊你可以看到並沒有任何好的棋手 三張對金字塔來說都不是一個好的棋手 我其實仔細的想了一想 這是到底應該要怎麼辦 然後我最後決定是骰3、4 沒錯 好險有骰到魚 其實有骰到魚的話讓一輪也沒什麼問題啦 主要還是要骰到獵巢啊 獵巢對金字塔來說真的非常非常強 閃到獵巢加一個魚當然就是超級好像現在這個狀況 不過其實沒有閃到獵巢加一個魚也沒什麼關係啦 就是 因為就不要冰就好了 這樣只是我們這一輪會繼續冰這個 這隻魚 然後我想了一下給他這個有沒有關係 如果他是一條魚的話 其實我大概還是會這樣上啦 所以我們其實一開始就直接讓3塊 讓3塊也是ok的 呵呵呵呵 可能可以這樣講吧 好 所以他拿了一個無私英雄胚 我們剛好打個平手 給他獵巢的招逃者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啦 招逃者 其他職業是非常難使用的 幾乎只有金字塔 很好用這一隻 因為他完全跟金字塔的能力互補 真的還蠻幸運有甩到一張魚 所以有這些魚在這張香蕉之後其實金字塔已經 就 這個招逃者其實已經變得蠻強了 已經變成一個42了 你沒有看錯 這是一個 六星卡的體質 呵呵呵 你可以想像嗎 一張六星卡 也才是一個42而已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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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現在是非常強 不過他當然沒有六星卡的 打人的痛啦 所以其實我們打人還是很軟 不過就 其實是很強的 這邊先壓 因為其實沒有很想buff到獵巢啦 呵呵 就是把資源 一開始把資源集中起來是比較好 呵 這邊相交給獵巢 因為兩攻跟三攻擊才差蠻多的 下一輪兩星的時候其實 可以升星也可以 可以買牌啊 買牌的前提是 版面上的東西夠好 就是有魚或是有 毛本賭客之類的 然後如果版面很差的話就升星 其實升星的吸引力還蠻大 因為 三星有 兩張很好的魚 這一場其實也蠻詭異就是沒有有多拉的啦 讓他確定 有可能是有人想玩星角然後再 就是沒有選有多拉或是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這邊 版面沒有太好 那就升星 我們想要骰到的東西 其實主要還是魚嘛 然後 其實有一些那種 戰吼系列的東西也可以拿 譬如說 大明星啊大明星其實也還可以 他其實還蠻強的 因為他有三合一過喔 這邊我們很幸運的打個平手 好 所以這就是考驗了 這邊這一個 聖盾龍其實非常非常好 然後最後選擇不要太貪心還是拿青銅守望者 然後我在想 要不要壓這個能力 最後決定是先下青銅者再壓能力 因為 目光使者會Buff這個青銅守望者到4攻左右 然後香蕉其實 也大概會給他 所以Buff他的血量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第九輪有兩種不同的打法 如果說版面上的東西還不錯的話 其實可以買那個東西然後 賣Token壓能力 然後升星 然後如果版面上的東西不好的話 其實就 然後 就可以晒 這樣講對嗎 就可以晒 因為其實我們還是蠻想要把版面填滿然後拿到更多魚之類的 然後一方面也是看到打誰啦 如果打一些很弱的人 就比如說這裡突然有一個人死掉 那我們 打我們打他可能就 就可以硬身心之類的 這邊是一個低機率的 失敗 OK 所以版面上的東西其實並不大好 然後打這家4個2我 有可能很強也有可能很弱 就比如在養 呃 之怒 那些東西的話他有可能非常強 所以我想說 呃為了節省我血量我還是 我還是骰吧 不過其實在3等停留太久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啦 因為其實4星的魚有那個 4星的魚有毒魚 不過我們其實也很想要找胚 因為我們現在一張胚都沒有其實也非常非常危險 就變成說因為我們要找的東西都是5星卡嘛 所以要嘛我們在4星3合1然後找5星 然後不然就是 要連升兩 兩次 如果說可以拿到胚會 更好一些 不過我們大概下輪是一定要升星的 不過結果他是一個沒有很強的 惡魔 就還好 所以下輪是一定要升4星的 因為其實接下來那個 就金字塔的能力其實會慢慢變弱啦 其實從剛剛那個 呃 50撞到對方10攻手下裡面就可以稍微感受出來 而且其實我們不會打太痛 就我們不會打人太痛 我們只是會比較容易贏而已 一般來說這樣就夠了 呵呵呵 所以這邊 很幸運有擊中兩對胚 不過這邊 一樣是選擇拿魚胚 有閒錢的話其實是可以 兩對胚都拿的 不過當然就 要有閒錢的話我們要賣 賣那個嘲諷啦 然後不大想賣 就在賣嘲諷然後讓版面變弱 然後抓兩對胚 跟4星3一次之間我選擇4星3一次 然後 壓英雄能力 下輪大概會只衝5了 再繼續待下去會非常不妙啊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們的43跟825 有毒的話都會超級強 有毒的話其實應該會先上43 然後再上825 然後再上 44之類的 因為8攻 或10幾攻也會漸漸的不夠用啊 所以我們給他賭的話其實就 不用再考慮他 他的攻擊力了 然後血量真的超多 這邊其實玩魚的人非常非常多 然後 也還沒有任何人上5星 所以我有個理論 我有個理論是玩魚的人 仙上5星的那一家 其實有蠻大的優勢 因為你可以先骰那些東西 然後 先骰那些好魚 然後那些好魚被 被拿掉之後 就比如說巴嘎咕 然後你又不把他 不把他賣掉 其實 其他人會骰不到 諸如此類 而且仙上5星的 魚也會比較容易三合一到大恐龍 那這邊高機率會爆炸 因為他 三合一的一張 六星卡非常強 還記得我們是 印完魚的嗎 我們一星是完全空過 真是一個幸運的平手 讚讚 這個魚配也不拿 因為 因為 因為太貴了 OK 就一般來說會比較想要先 擊中發現魚 然後我們再從發現魚那邊找 魚的三合一 至少我比較習慣這樣 這邊先壓能力 我們這邊還有一隻龍是混進來的 是偷偷混在裡面 然後這邊一骰 先看有沒有銅鬚 然後這邊遇到毒魚 一般來說遇到毒魚 這種東西我就會習慣 閒下大恐龍 所以我們還有6塊錢 因為我其實 在還沒有骰出這個 應該說還沒有 打出大恐龍之前 我不知道我到底需不需要這張毒魚 最後的結論是我需要 連續擊中兩張毒魚 非常的好 這血量實在是太多了 25滴血實在太多了 這是一個魚配 可是我選擇冰這個魚配 因為這個魚配比較好啦 就我們現在其實兩條 剛剛那個獵巢 我們是不可能打出來嘛 可是現在這個魚 我們是會打出來 所以 就比獵巢好很多 而且我們現在其實已經解決 就是毒的部分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解決的部分是 要嘛就找更多毒 然後要嘛就是 就是在找大恐龍 所以 就整個遊戲其實 已經在那個大恐龍之間改變了 這樣講真的一點也不為過 就兩張毒魚 兩張超 頭好壯壯的毒魚 不是開玩笑 然後你會發現我也 一直有持續的在壓英雄能力 因為在 就是對一些還沒成型的魚來說 扣號壯壯魚是很厲害的 這邊一樣就 拿這對配 然後我們骰毒魚 銅鬚 然後還有 發現魚 摩朵之諾 偷偷龍 因為對手有一些還可以的魚刃 對手 對手我記得是有 然後巴嘎咕吧 歇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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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這張要不要走 然後再壓能力 然後 我可以上那個 另一張 摩奇 那我決定還是留他 因為 把那個 青銅龍換成 摩奇領航元 其實會變弱 然後 不是很喜歡那樣 其實香蕉的決定還蠻憨的 因為香蕉對毒魚來說只有加一生命啦 所以就 有點難 取色吧 或許這樣講 這是 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嘗試啦 就是 配上聖盾配上 死王之聖 不一樣他就是他沒有狐毒 毒還沒狐出來啊 所以 沒有那麼強 你可以看到我沒有毒的魚 其實超弱的 然後 主要都是靠毒魚在打 所以可以用 那種 巴嘎咕來解決這種 困擾啦 不然就是 想辦法找大恐龍 或是想辦法給他們上毒 先壓能力這樣 省 不會 不會噴一塊出來 找找看銅鬚 還有一骰 可以把聖盾龍賣掉 沒有 有 再度擊中大恐龍 這邊 還蠻有趣的 這邊我覺得末日聖盾體可能不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其實我們魚人內戰的話 有點想要 有點想要植物 所以可能 可能應該先拿那個 還是應該先拿 大恐龍的 我這邊的想法是 就是我們其實有點想要 我們有點想要嘲諷 然後 這一張末日聖盾體 可以用那個 可以給他嘲諷 就是有比較多張牌可以給他嘲諷 我們可以用合體給他嘲諷之類 而且末日聖盾體有可能自己帶毒 然後我們就不用再考慮了 就是說在大恐龍如果說 就是要給我毒的話其實狀況會有一點 尷尬就是我們會少塗蠻多張毒 然後大恐龍的效率 感覺沒有那麼好 不過現在 要塗毒的話就是先塗那個末日聖盾體啦 好 打最弱的人選擇直接升星 然後就一樣骰大恐龍或是 第二張末日聖盾體應該會拿 這邊骰到一個嘲諷 然後只剩兩塊錢 要不要賣這個76來拿這個嘲諷 我選擇是拿 因為有嘲諷 有一張嘲諷很 很好防 防很少啦 這樣感覺好像有很多金卡 可是其實我們只有兩張金卡而已 因為太多加玩 玩魚人 太多加硬玩魚人 這傢伙蹦蹦兔其實也挺大 呵呵呵 其實沒有 沒有毒的魚也是可以破聖盾啦 所以就 還行 嗯 其實我們輸出真的超低的 就是 他們都是被其他家爆打 我們都很溫柔了 7滴8滴的溫柔的敲你 顯示 3組BUFF不考慮 因為BUFF到毒的話 其實效率有點低 給那幾張還是給 就像我們有3張魚沒有毒 然後他們還是 最需要東西還是毒 聖盾魚多一個毒的話 就等於說 幾乎可以換掉對面兩個東西 假設他們沒有很好的 解聖盾的手段的話 這邊其實應該先壓能力的啦 我原先有點想要再賣這張魚來 拿那個 3組BUFF 這邊這個母多之諾其實可以考慮冰 可是沒有銅鬚我覺得 應該不夠好啦 因為我們現在真的就只缺毒而已 雖然血量變 變好一點 大概也應該要接受啊 可是多一張毒強度 變高超多 他其實還蠻狐的 他狐超多金卡 不過他就沒有聖盾 所以 可以看到聖盾差別其實非常大 主要是有聖盾又有毒 聖盾又有毒有點強 而且我們血量好像還是比他多 雖然他攻擊力超級高 不過我們攻擊力可是無限啊 這邊應該就會拿 母多之諾 因為母多之諾不值得冰 可是 沒有要拿嗎 還沒有拿 母多之諾不值得冰 我剛在看他到底有什麼魚啊 然後好像沒有我想要的魚 主要是他的魚沒有辦法跟我的魚三合一之類的 或是只有一張可以三合一 拿一張毒蜘蛛 第二張毒蜘蛛應該不用拿 第二張毒蜘蛛有可能會比那個 有可能會比 53的魚來得好啦 我選擇buff我最小的毒魚 讓他可以有機會再截到 截到第2張牌 我第3張牌 他從某個時期就開始一直發香 所以 我會想像他有一些很大的東西 他甩罐直接送掉了 不過他的燒其實還蠻 蠻不錯的啦 燒還蠻好的 兩個鬼母其實也感覺很厲害 其實第2個鬼母超大 所以其實 我們這邊是有機會輸的 算是險勝 算是險勝 我們真的超超輕 7點傷害 神查冰 這邊骰到銅鬚 我後來覺得應該要拿啦 就 不過我這邊沒有拿銅鬚 呃 就長遠來講 銅鬚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因為我們還有33滴血 所以 我們可以跟他打久一點 就是我們不用 很急著結束遊戲啦 這樣講不知道喔 這樣講應該也對啦 因為我們魚人其實還蠻強的 然後我們可以慢慢 調整我們陣容 改善我們陣容 讓我們比較不怕燒 魚人是有辦法 不怕燒的 可是那樣需要拿那個 呃需要拿無私英雄嗎 這邊我在算 那個給香蕉到底會不會把讓他的甩棍死掉 結論是應該不會 不過我們可以慢慢努力 因為他香蕉可能不會上在甩棍上面 就他之後香蕉可能不會上在甩棍上面 然後 差1 他好像只有多上 他是多上戰鬥大師嗎 大家確定 他版面沒有改進很多啦 然後 然後我們改進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就贏了 這把嘎咕對那幾隻比較小的魚 還蠻有幫助的 是一個 非常樸實的 魚人吃雞 終於快跑回極限武了 OK 等讚